Beyond Reichland, Ostermark, and the Reach of the Empire stands a frozen bulwark 在这里面同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细节 因此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 UP就结合一些游戏设定和中古战族的背景设定 来对这部预告做一些解读 首先在预告的一开始为了表明基斯里夫的地理位置 这里展示的则是我们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帝国的战役地图 因为从画面上看 显然战族3已经对游戏内的植被、地貌以及河流等建模做了一些更新调整 整体看起来一些关键要素的对比度 个人感觉是更加强烈了 比如这里更加明细的道路、河流 以及之前我们经常要在地图上到处找的桥梁 这次贼终于是对其建模做了更加人性化的处理 接着根据这里的解说和画面 可以看出基斯里夫的首都、基斯里夫城的位置 这次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依然还是靠近帝国奥斯特马克林的北部 但显然这里基斯里夫的地貌和3D的城市图标都已经做了相应的更新 那接着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基斯里夫的兵种 传奇领主、女沙皇、卡杰林、战雄作奇 而旁边的这两位或者是普通领主、冰雪女巫 或者也有可能是英雄单位、寒霜侍女 那最后还有这里的基斯里夫高级混合步兵、冰雪晋尾 那当然这些元素估计是CES的特殊处理 未来在预计当中应该不会同时显示出来 然后到这里则是基斯里夫的另外一种英雄士物官 大正叫牧手,貌似正在去基斯里夫的一座城镇 执行任务 那接着地图上显示的这位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根据基斯里夫首发的兵种推测的话 应该是他们的高级步兵单位 沙皇晋尾 然后这里展示的基斯里夫的全新野兽兵种 雪豹就非常明显了 那接着在画面转到这里的时候 这座大型城镇推测的话 应该就是之前战锤一就有的基斯里夫的重要港口城市 俄伦格勒 那关于这座城镇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阿普也提到过 这里在背影当中 就是基斯里夫这次首发的特殊兵种 射击军的发源地 因为基斯里夫从帝国进口火药、火器 主要就是经过这座港口城市 因此推测的话 这座城镇未来也可能会有 与射击军相关的地标建筑 但这次在战锤三当中 基斯里夫的出海口 也不再仅限于沃伦格勒这一处 因为接着这里展示的基斯里夫 另外一位传奇领主 大墓首康斯坦丁的位置附近 显然也是一座港口 只不过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小型港口 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这里C的台词说的是 亚历山德罗诺夫城堡是大政教的要塞 但画面中间这里的这座港口城镇 应该并不是亚历山德罗诺夫城堡 并且显然这里看起来也不像是一座城堡 而真正的亚历山德罗城堡 应该是旁边这座类似 矮人要塞的城镇 并且之所以基斯里夫会有这样一座特殊的城镇 也是有其背景历史的 因为在原本的背景当中 这座临近巨魔国度的要塞 是由基斯里夫历史上著名的沙皇亚历山大 在收到永恒沙皇鲍瑞斯雄神座的托梦之后 最终就决定要在这里一座高耸的悬崖边上 建立起一座防御北方混沌势力入侵的要塞 而之所以最终这座要塞看起来像是一座矮人的要塞 是因为当时这里的建造工程 就是承包给了矮人的一家建筑公司 也就是当时沙皇亚历山大 是专门雇佣了擅长建造防御工事的诺斯矮人 建造了这座要塞 而在之后诺斯矮人不仅修建了亚历山德罗牢固的著城 而且还在周围修建了多达七道城墙 然后当时沙皇亚历山大又让寒冰女巫为相应的城墙附上了强化魔法 那当然当时这项建造时间超过十年的工程 不仅消耗了基斯里夫大量的财政支出 而且还引发了国内各地统治者的反对意见 但因为亚历山德罗不久之后 就成功抵挡住了一次混沌势力的大局入侵 所以之后的各种反对声很快也就被事实平息 而且在后来的历史当中 这座城镇也从未被入侵的混沌势力攻破 因此亚历山德罗也被誉为旧世界最坚固的城镇之一 而其实在战略定位上 从地图上看 这里和后面我们要看到的震弹的南高非常类似 也是属于基斯里夫北方防线的西部关口 那只不过在毕竟历史当中 基斯里夫并没有修建一条长城防线 另外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基斯里夫历史当中 亚历山德罗也成为了基斯里夫的沙皇经纬和施救军团的摇篮 因为任何想要加入这两个精英部队的基斯里夫战士 必须要首先在这里服役满六个月 所以按照以往的这些设定 这座城镇应该能有特殊的城墙地标建筑和军事地标建筑 只不过可惜的是 这些背景都是原始非常古老的战垂RPG第一版当中的设定 而这次的大政教以及康斯坦丁也都是新版的基斯里夫设定 所以相关的这些细节在未来可能也会有变动 那接着在画面来到基斯里夫北部山脉这里的时候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里就是著名的地狱深坑 也就是说人腐坏世俗的大本营 另外从旁边这里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 一位神尊嗜血大魔正在南下入侵 同时根据后面的这个画面我们也能看出 战坠3应该对这片地图也做了较大的调整 就是新增了更加符合背景设定的黑血爱狗 同时原本的基斯里夫北方形成 则被转移到了更西边的这里的位置 那也因此原本这里的斯拉格霍夫要塞 个人赛色应该是被转移到了这里 而之所以阿波要重点关注这座基斯里夫的城镇 主要是因为这里在背景当中 是基斯里夫的传奇角色尤瑞卡的故乡 那具体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菲利克斯曾经的女友 后来被鲜血之恩变成吸血鬼 并且有相关系列小说的一位特殊的传奇女性角色 而且目前在玩家中间 他也是基斯里夫替补传奇领主当中 人气非常高的一位 那再者就是在背景当中 尤瑞卡家族也与后面重点展示的普拉格城 有密切的外交关系 所以在基斯里夫东西两侧都有了一位传奇领主之后 未来在北方前线再引进一位传奇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接着这里重点展示的就是 已经独立为一个形成的俗咒之神普拉格 也正如这里所说的 这座城城在背景历史当中 基本上就是只要有混沌势力南下入侵 这里都是首当其冲 另外通过这里的一个小细节 我们也能看出 这次基斯里夫的普通领主波也 应该是一种双持单手斧的兵种 所以这种领主的反步兵能力 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接着在转到这个大地图画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原本基斯里夫的其他形成 站住三也做出了多处的调整 那首先就是这里的南方省已经被取消了 现在是东方省直接与帝国的奥斯特马克领接壤 但同时在南部这里又多了一个沃尔斯克河形成 那在背景当中基斯里夫的沃尔斯克河 就是帝国瑞克河的上游滞流 而因为它的河道非常适合内核航运 所以这里与帝国之间也存在较为频繁的内核航运贸 那同时再加上这里也比较靠近南方 所以这个形成估计应该是基斯里夫未来一个重要的经济形成 然后在东方省的北方 这次也新增了背景地图当中就有的杜赫里斯森林形成 那通过对比背景地图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片南北走向的森林 是覆盖了基斯里夫大块的东部边境 算是一块很大的林地 在背景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传说这片也被称为惊魂丛林的区域 是由木精灵活跃 因为当地人曾经见过 在这片森林当中出现过一支神秘的弓箭手部队 解救了当时一支被野兽人包围的基斯里夫部队 而且也有传说提到 木精灵的传奇流浪迷宗客 斯卡洛克也曾经在这里率领着一支精英的弓箭手部队 那所以这个形成未来也很可能会有一个木精灵实力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原本保守封闭的绿红盾 未来也有可能会在这里成为抗魂先锋 那接着更有意思则是我们看到 毕竟当中这里的高原爱口也已经独立成了一个很大的行省 而之前站出来当中让人感到迷惑的南北黑暗之地 这两个行省则已经被取消 而且应该是被划归到了这三个行省当中 而这显然就是因为C这次并没有把混沌RN的黑暗之地全部压缩掉 那这中间大块的鲁骨高原 扎尔平原 呼啸荒原 以及酷尾荒原 在理论上都是属于混沌RN的地盘 因此个人感觉未来混沌RN的新种族包DLC 也许会来的更早一些 但通过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在战属3的地图设计上 C应该并没有参考之前GW公布的这张旧世界当中 基斯里夫的新地图 也就是这张旧世界地图当中新增的死亡山崖 丹亚斯特罗那山 以及最值得关注的大地银可汗王国 都没有在这次战属3的地图当中出现 或者说起码是没有作为一个行省出现 那当然关于大地银 这里还是出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 嘎什卡德拉克或者翻译为埃腾山谷 因为这里在背景当中是埃上沙卖 直接通往混沌RN属都扎尔纳格隆德的一条山谷 因此很多被混沌RN积略的奴隶也就在这里 有的是被发往混沌RN在黑暗之地的地狱矿场 有的则就是直接留在这条山谷当中的矿场 操守大地银奴隶监控的无情剥削 另外就是大地银当中的割侯者部落 也就活跃在这条山谷当中 因此未来如果大地银和混沌RN一起出场 那这个形成应该是盛产大地银的地方 接着在具体展示埃上山谷的时候 显然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背景当中 诗人魔的第二大圣地火口山 因为除了大卫神之外 在帝制活动非常频繁的埃长山脉 诗人魔信仰的第二大神灵就是火山神 而诗人魔的火山神祭祀 也就是他们当中独特的火焰系法师火福者 那对于这里C还原的柱状型的火口山 UP感觉还是有点不符合背景设定 因为之前看过UP这部介绍火口山之战视频的小伙伴 可能还记得当时这场战役就是发生在火口山的山坡上 所以根据这个设定火口山应该并不是非常陡峭 那当然不论如何火口山这里的城镇到时候 应该会为神魔英雄或夫者提供加成的地标建筑 接着画面到这里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也就是可以看到一位尖旗外面魔军正在率领蓝腰和粉腰入侵埃上山脉 因此猜猜的话为了丰富战斗玩法 C也可能会在埃上山脉这里安排一些混沌恶魔势力 然后随着这一圈的视角移动我们也可以看出 埃上山脉这里的山间道路应该是非常蜿蜒曲折的 而这一点对于不会挖洞的种族来说 带来的问题现在就是扩张极为不便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在长崖之路上的格雷苏金崖 那这里的话应该就是它的战役初始位置 而通过这里地图上的标注 我们也能看出这片地区应该是有黄金矿产 那加上这里又是长崖之路上的重要关口 所以在经济上这位披静待音的传奇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面对复杂的地形因素 同样不会挖洞的失忍魔 显然也会遭遇到一些阻碍 但具体这方面在之前C的这片专栏当中都有更为详细的介绍 因此阿布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再见过一连串的绕道 我们在爱上山脉通往震荡的妖龙爱口这里也看到了失忍魔的另外一位传奇 突灭者斯卡拉格 那同样还是通过C之前的这篇专栏 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些台词的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斯卡拉格的战役初始位置 这次是被安排在了遥远的地图西南角 也就是灰色山脉这里 所以斯卡拉格去大卫深渊的朝圣肯定也将是一段转山转水的漫长过程 另外有点可惜的是C这次也并没有去展示大卫深渊在战役地图上的样子 我们也只能够通过这里的大地图看到失忍魔的这个圣地 那当然在这周围我们也看到了阿什尔塔 这个可能很多校伴都已经非常熟悉的地点 那也显然C这次也是调整了阿什尔塔的位置 因为按照背景设定的话 这里应该是在震弹长远西部关口南高的附近 而这次C把阿什尔塔放在大卫深渊边上 可能也是暗示这里确实是有可以召唤出巨大彗星的特殊力量 那或者体现在游戏当中 可能就是有与震弹英雄大卫斯天城相关的地标建筑 而且既然这里在深渊深荒漠上阳以及晋山荒原附近 那阿什尔塔自然就是震弹传奇领主冰龙昭明在战役的中前期 要重点占领的地方 那当然在这样一个凶险的地方 占领和防守阿什尔塔可能也是昭明两项艰巨的任务 那同样可惜的是我们除了能在这一程画面当中看到一点大卫深渊的样子之外 目前我们也看不到战役地图上的阿什尔塔 那接着在这段画面当中我们也首次看到了震弹 非常漂亮的战役地图 那显然这在色彩风格上是与全战三国的战役地图非常像的 那当然说到这里阿布也看到有些观点也说 这次战春三的整体的地图风格太明亮了 缺少一种中古战春原本的那种黑暗冷酷的写实风格 那其实对于这一点阿布认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 这里展示的就是游戏的最终画面风格 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战春二当年的首部战役地图预告 那这里展示的奥斯湾显然现在看起来明显又是太过于昏暗了 并且在色彩风格上也与我们目前在游戏当中看到的奥斯湾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个人认为后续在游戏的画面的各种细节上战队三也很有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调整 因此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纠结太多 另外从地势上看震弹的腹地很大一部分也是一马平川 并没有太多的地形限制 所以这样带来的挑战可能就是震弹的派系必须要防止北方长远防线和西部的埃昌山脉防线 被大规模突破否则之后的残局可能就不好收拾了 那再者从大地图上看 战队三中震弹的东部确实也没有延伸到海洋 那貌似也看不到更远处的泥棚 那虽然从玩法上讲这可能会减轻震弹的外部威胁 但导致的结果就是震弹现在在大地图上是偏距异 因此震弹派系在域当中的战斗外交等方面的玩法丰富程度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当然说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展示的也仅仅是战队三本体的战役地图 那未来三部曲联合的大地图肯定也会是更加宏大的地图 那接着到最后这里我们也终于看到了震弹都城 威京在地图上非常独特的景观 那这里提到的五星楼板主要是与震弹独特的战业机制有关 那具体大家也可以去看C之前公布的这篇专栏 那接着顺着视频的画面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震弹这条高耸的 充满魔力的防御攻势在地狱混沌腐蚀方面强大的作用 因为显然在长沿内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地貌景观 而这种相隔咫尺天堂地狱盆的视觉冲击 个人认为也是这次战之三地图设计的一大亮点 但是在细节方面UP发现现在的震弹长沿也有一点做的不是非常到位 就是震弹长沿上的三个关口的建模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根据C之前这篇专栏的介绍 震弹长沿上的三个关口分别是叫做昆明关 龙门关以及敖门关 虽然现在与此相关的详细的背景资料还没有公布 但猜猜的话这三个关口应该是都有独特的造型 因此有点可惜的是目前震弹长沿的各个关口 还是和之前奥苏安上的各个高级的关口类似 并没有独特的战役地图建模 当然还是现在展示的这些也并非游戏的最终画面效果 而对于这点细节UP也希望C能在未来做出更新调整 那接着也正如之前公布的专栏当中所说的 震弹长沿会经常遭到混沌势力的入侵 在这段演示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位神尊嗜血大魔领导的一支恐略军队 以及一位神尊大不经者率领的一支纳构军队 就正在向震弹的两道关口挺进 而最后的这个关口显然是之前已经被突破 并且主要负责镇守震弹长沿的飙龙妙影也正在前去支援 那接着通过这里的旗帜我们也可以看出震弹内部的这座小城应该是已经被奸骑势力占领 然后这里的远处显然还有另外一支奸骑军队正在逼近 那所以总体来看由妙影镇守的三道绵长的长沿关口 在战役当中应该也并不轻松 那在最后总的来看这次战坠3的凡事地图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其中既有祭祀礼服贴合背景设定的多方位的细节更新 有神人魔蜿蜒曲直的哀伤山脉 最后还有震弹长沿内外鲜明的地貌对比 那显然这其中都带有各种让人期待的新元素 当然目前总体来看最大的不足就是中间这里还空着一大片的黑暗之地 因此我们也希望C后续能够尽快填上这个大坑 那另外就是显然备受期待的混沌魔域 也还没有在这部预告当中揭开神秘的面纱 所以现在我们也只能够等C后续的新样 那好了今天这部视频也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未来更多关于战族3新内容的视频 App也将持续关注并推出相关的解读视频 而且通过各位小伙伴的长期支持 App最近也有幸被C认证为更高级的玩家社区合作伙伴 那所以从下周之后 App与战族3相关的视频更新可能也会更加及时 因此还是喜欢这类视频的小伙伴 不用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也特别感谢震动起来 花里胡哨 近期的枪兵 小猪爱吃大老虎 这些伙伴在近期对App的打赏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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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